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些猪是宠物猪 那你们想说宠物猪为什么那么大只呢 因为它从小猪呢 到养到现在是不做屠宰或肉类使用的 它们呢 是专门养来 因为猪的寿命呢 它有大概14到16年 然后呢这些猪都是吃蔬果蔬食 一些水果啦面包长大的 那为什么要在这一个让它这样子自由放牧呢 因为呢这个是给生技公司医药公司做猪血的实验跟萃取作用 朋友在养这些宠物猪 每天它们吃好几十公斤就很乖 猪猪我也有时候我经过我就会家里一些蔬菜水果啦 小下来的果皮啦 或者什么的我就会收集过来就喂它们吃 这个呢放养的猪呢吃天然的这个长大 它们很大只生猪籍的 而且你看它们没有什么坠肉 对不对 腰就是腰 鼻子就是鼻子 耳朵就是耳朵 而且耳聪目明哦 嗅觉又好 当然我也不方便告诉大家这在哪里啦 就是告诉大家 猪不是只拿来吃这些猪猪 是拿来做这个医学用的 我并没有跟它们建立起感情 但是很可爱 好了 我现在要去喂猪猪们了 猪猪猪猪猪 我跟你讲很大只 一只都大过200公斤 将近300公斤吧 而且你们看它们在自由的这个范围里面 就是很惬意的这样子走来走去 嘴巴都没有在停的 而且你们看 那一只 超可爱的 它里面有 它很聪明哦 它把它咬开 它就吃里面的那个椰子的那个肉 这样 好 我今天会带 我今天带点蔬菜给它们 我要去里面喂了 猪猪 他知道我在 我在这个 喂食台 很安全 而且不臭 不臭 真的不臭 好了好了 我来喂你们 今天为你们吃凤梨 好不好 有没有 来 咬凤梨 咬走 好 再来喂第二颗 这个才是真正的 哎呦我怎么都砸到它 雕红梨 被雕走 好来来来 雕走 来 你能吃柳丁 来 吃柳丁 不是 有没有 我帮你修皮吗 苹果 苹果 没有苹果 苹果 吃苹果 吃苹果 太可爱了 好 继续喂 好 名副其实 神猪雕缝鱼 哈哈 好爱吃坑鱼 看雕做 好爱吃坑鱼 好爱吃坑鱼 好